自由广场 坑枪及丑陋的中国人 李敏勇 丑陋的中国人是博洋快智人口的一本书 出版于1985年 探讨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以及让人诟病的匠纲文化 这原本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批评 出版时台湾已有汉译的 丑陋的美国人 丑陋的日本人 后来台湾作家李乔也出版 台湾人的丑陋面 每个民族 人种 国家 都有好与坏的一面 自我批评反映文化的进步性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自我批评和反思 可能来自作家鲁迅 他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 挖掘中国人民族性 鞭辟入理 鲁迅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作家 并不因为他歌颂中国伟大 而是他对中国的反思与批评 中国国民党也许厌恶他 但中国共产党曾拥抱他 日本不会因为 丑陋的日本人 而不越 美国也不会因为 丑陋的美国人 而不越 台湾应该也不会因 台湾人的丑陋面 而不越 但柏阳的第五任妻子 在台湾的张湘华以一双身份 声明 丑陋的中国人 在台湾和中国的版权 2024年到齐后 不再授权发行 他也拒绝书中内容 选入台湾的国中教材 其实 共产党中国也曾查尽 丑陋的中国人 有诗人身份的张湘华 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 辱华 并说 丑陋的中国人 是批评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 而现在中国人已有饭吃 有厕所上 这本书已功成身腿 民进党显然是他批评的对象 而中国共产党反而不是 台湾被受共产党中国威吓 打压 世界民主阵营正伸出援手 而共产党中国的专制独裁未改 不知道柏阳在天之灵会怎么看 有诗人身份的张湘华 中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 辱华 并说 丑陋的中国人 是批评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 而现在中国人已有饭吃 有厕所上 这本书已功成身腿 资料照 戒严时期 柏阳两次入政治劳 第二次长达十年 绿岛的人权纪念碑 还有柏阳暗夜中 多少母亲在哭泣的字迹 阿扁执政时代 曾聘柏阳为总统辅资政 被吉荣宠 民进党政治人物尊敬柏阳 疼惜他的政治苦难 作为柏阳的遗孀 他的事件会被怎样看 其实 即使该书不再出版 丑陋的中国人 也已在许多人和众多图书馆的书架 留下不会被磨灭的记忆 台湾因为体会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先后的恶职性 已从中国迷障觉醒 从中国迷惘脱出 从国民党中国的载质走出来 抵抗共产党中国的威胁 迈向新的国家愿景 作者是诗人 不